好 大家好 这些国际看到大陆这几天的肉搜话题 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处的官网11号 他们就更新了对台湾旅游的一个建议 那么尽管主要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 同样保持在2022年10月24号的一个更新时间 而且一样是第一级的常规预防措施 并没有调整这个市警的级别 警示的级别 但是在用词上仔细一看却发现 原本可以看到写着国家country的两个地方 却被替换成台湾 仔细看到去年这个版本里面 原本是建议民众他们进到一个国家的资讯网页 查询更多的旅游资讯 但是可以看到现在台湾这个字不见了 是country不见了变成台湾两个字 变成台湾的国际旅游资讯 另外在国家安全报告的部分 可以看到下面这边同样country也不见 改为台湾的安全报告 那么尽管美国国院他们在官网上面 他们是称定期审查后的微调 但是在点开页面上其他的国家资讯 几乎只有台湾被悄悄动了手脚 随机点进去的包括日本 阿富汗还有泰国的页面 都还是包有原有的country的一个称呼 不过这个事实上 不仅是官方他们在台湾议题上的选字颇有玄机 用字可以感觉好像非常的巧妙以外 这一波的用字议题也是烧到了知名的大牌 包括了意大利的高车珠宝 保格丽 那么就看到他们近日也是因为他们在海外的官网上面 并没有将台湾列为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时候就遭到了大陆的网友他们炮轰 简单来说就是在网页中的所有店铺的一个选项里面 可以看到保格丽他们的官网是将中国香港 还有澳门他们是并列在同一排显示 但是呢在亚洲市场的下一栏 台湾是在第二排的最后面显示了台湾 所以呢就被大陆网友认为 这不仅是为把中港澳并列 而且呢还把台湾是和日本新加坡印度等 列在第二排 所以呢大陆网友就认为保格丽是有将台湾列为国家的一个意图 因此呢这个事件就在网路上炸锅 那么大陆网友他们不仅要求保格丽要将台湾两个字 改为台湾地区 或是呢改为中国台湾和中国并列 甚至可以看到他们还点名 刘亦菲还有舒奇等待人 他们要出面表态 表态呢一中原则 对此保格丽在昨天晚间就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强调该品牌是坚定不移的尊重大陆的主权 以及领土完整的一个立场 那么对于海外官网的疏忽 现在已经立刻的纠正 并且是对错误深感歉意 而且呢最后还说到是诚挚的感谢网友他们的监督 那么台湾问题无疑是北京政府近来不断不断强调的一个核心利益 同时也是美中关系之间的关键议题 那么在美中的关系上 美国在台协会近期他们就规划呢是要扩建 经过台北市政府的评估要把这个临近内湖国中的金湖校区的用地变更为机关用地 就引发了很大的舆论 国民党的立委李维德他就点出 AIT目前已经占地6.5公顷 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的驻管 这样的建筑竟然还不够用 现在又要一旁2.7公顷的学校用地 而且呢这高达9.2公顷的面积 还创下了美国驻外机关占地的记录 直言不是AIT要台湾就必须要给 来看相关报道 AIT才600多名员工已经拥有占地6.5公顷的场馆 没想到还看上一旁的校园用地 打算再扩建2.7公顷 用来当作员工休闲中心停车场及仓库 传出市府本来要用来盖一社会住宅 却被AIT反对说是怕被看光光 附近已经很多高楼 那如果怕人家看到里面的设施的话 那附近高楼不高到都看光光 像是把自己当作我们的总统屋 因为只有总统屋那边旁边不能盖得太高 网友也嘲讽AIT怕被看到 你又不是开制毒工厂怕什么 照美国这种嚣张的标准 全台湾就只能盖平房吧 而当地里面更反弹 任用AIT强吞一瓶就要价80万的土地 不只破坏周围驻湖安宁 也剥夺建设公共设施的机会 AIT战地甚至创下全球记录 美国外馆战地比比就能发现 美国在伊拉克的外馆高达42公顷 在台湾AIT若扩建成功 变成9.2公顷 就会几下亚美尼亚的9公顷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 但专家认回相比这些国家 台湾又不是战争地 也不是邦交国 怎么美国外馆盖得比14亿人口的大陆 也有专家怀疑美方是为了战争时 方便直升机起降 所以AIT才要这么大片地 AIT到时合计三万三千多坪土地 几乎是整个国父纪念馆面积 但里面确实给美方人用 人员也只有600人 台湾为何会沦落到任美国宰割 美国外馆竟然跟黎巴嫩伊拉克 有得拼 记者黄军时光好 SNG小组台北报道 持续聚焦在美中关系上 在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他9号结束了访华的行程之后 美国的气候问题特使凯瑞 16号到19号 他也将到大陆来进行访问 那么就应对气候变迁等议题 来深入的交换意见 那么这也将是 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之后 美国近期第三位访问大陆的 美国官员 先来听上海东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昨天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 就相关的问题回应说 中美就各层级对话与交往 保持着沟通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挑战 需要各国来合力应对 中美曾在气候变化领域 开展过良好的合作 共同推动巴黎协定达成升降 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为中美气候合作 创造有利的条件和氛围 其实回顾美中在气候议题上 在去年8月 时任美国中央院议长 培洛西当时他访台之后 培洛西的访台 这个举动就触怒北京政府 导致大陆是取消了 美中气候的谈判会议 因此凯瑞塔这一次访华 也被认为是 两国将会重启气候的谈判 而且其实在去年底 凯瑞塔也曾和大陆的气候变化 事务特事解证华 两个人在联合国的 气候变化大会上 期间有做一个会谈 这也被视为是 美中之间在气候变迁上 这个领域合作的破冰行动 但是在凯瑞访华前夕 昨天在立陶宛登场的 北约峰会 包括美国在内的 31国的领袖 就发布了首日的公报中 领袖他们却对北京政府 发出历年来最强烈的一个谴责 当时公报里面是以 五大段的篇幅谈论 领导人 这31国的领导人 他们对于中国议题 所达成的一个共识 抨击北京政府的脅迫政策 和俄罗斯的深化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也指责大陆的 和现代化在发展快速 规模前所未见的情况之下 建立一个不透明的军事脅迫 更点名北京呢 这个政府他们是拒绝 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发动的一个战争 威胁台湾并且是进行 大规模的军事集结 那么这些呢 刚刚提到的行动 都和北约的安全价值 是背道而驰 所以呢 盟国现在会齐心协力呢 要共同地应对 中国的胁迫性行为 对此大陆外交部 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 他们也回呛 发言人汪文斌 他就痛批北约 要停止对大陆无端的指责 一起来听 中国关系建立在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基础之上 两国关系超越冷战时期 军事政治同盟模式 树立了大国关系范式 这与北约国家 大搞小圈子和阵营对抗 有本质区别 我们敦促北约 停止针对中国的 无端指责和挑衅言论 摒弃冷战思维的过失理念 放弃谋求绝对安全的错误做法 不要搞乱了欧洲 又企图搞乱亚太和世界